大家好,又是攝影一周 最近很多好消息 疫情好像受控了 疫情受控了很久 也有十幾天的 政府又放寬了限聚令 主義處理 今晚凌晨 很多地方戲院 起碼吃飯不用分兩台 其實我最近到處攝影 都已經看到很多攝影人蠢蠢欲動 沒錯 我又覺得今次疫情 雖然Touchwood這樣說 對於我們拍照的人來說 我看到人們真的勤力了 真的拍多了漂亮的風景 在香港本土 在香港本土 在任何地方 一有照片拍 是很多人的 起碼以我自己為例 我們以前經常去外地拍照 因為我們自己做這一行 去外地導遊拍照 但是我們很少在香港拍照 近這兩個月 我在香港拍很多照 我看得到 在Facebook 還有一件事挺好的 天空重美 近來真的有很多漂亮的風景 出現了 因為天空沒有那麼多汙染 雲海又全部 因為所有的工廠停了幾個月 所以近來的天氣是真的 即使拍攝也漂亮 其實近四個月 剛好在11、12點開始 在水平線上升 其實拍攝銀河在香港來講 這個時刻是最好的 因為它不是太直 我看到有人在東北已經開始拍攝 對 因為七、八月的時候 很多時候銀河太直了 但現在四、五月 剛好在地平線上升的 就很漂亮 所以這個時候 香港風景人 就多拍攝了很多照 是 那 賣一下廣告 首先 我們來講 其實即將就要開一些貨 是 那我們不如這樣 介紹一下少少 賣個廣告給大家 是嗎? Giu Sir 沒有啊 因為見到疫情已經受控了 那就開始 我們都要開一些試鏡課程班 那我們AVA試鏡教育室 有個黃牌的試鏡課程 就是那個叫做 我們的第十期 基礎訓練班 基礎訓練班 今次開的是第十期的 那有些什麼呢 總共有 其實有十四堂 十四課 十四堂的試鏡課 分別有幾個導師 數一下 Andy Sir 師傅 Murgin Sir Hidy Joe 和我 總共一、二、三、四 六個試鏡導師 十四堂 十四堂 學會就好名 收多少錢 六百 我們收六百元 其實這六百元 基本上就是 只是給租 什麼都不是給租 我想是給導師那些 坐車 所以其實近乎是非謀利 那為什麼呢 其實基本上我們就是希望大家 就是 入門學一下 先 看看自己的興趣 進入我們大家庭 因為我們這個過程 包括很多東西 我講一下 首先包括什麼 最主要 第一就是Andy Sir 就要介紹你那個 就是 數位相機 認識 操作 設定 接著就 光線 光線 接著就有 幾個導師 每個人的 每一個範疇 譬如師傅的人像攝影 photoshop 師傅還有一個 航拍 師傅負責三個課程 那毛根Sir當然 當然他的光學鏡頭 光學鏡頭 光學鏡頭 影雀仔 那Hidy負責什麼 風景 女人 女人 阿祖sir就是風光 阿祖sir就是香港風光 阿祖sir就是香港風光 我就是武館行 拍花 大家拍花 我跟阿祖sir和毛根Sir 那些三個課程 有外影的 有外影的 就是變成有一堂外影的 就是不是說 只是紫上騰兵的 那你們有得 帶你們出去外面 教你們的 入門基本功 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 去 又不知道自己 想應什麼的 對 看完一下 看完一下 每一樣東西都有 一個入門的 介紹給你 其實說真的 哪是入門 有很多同學反應 有很多同學 是很深的 我們說我們根本 又不是入門 不過這樣說 雖然我們說賣廣告 其實這個課程 都已經近乎空了 那 真的 要報要快點 已經有二十幾三十人報了 所以其實就是 通知一下大家 通知大家 準備上報 我們這個課程 一年開三次 三至四次 不過今年可能會少了 現在我們才開 好啦 所以 如果真的有心要報的 那 還有少量的位置 沒錯 我們下面有一條連結 大家可以按進去 就去到我們Facebook 就會看到 又或者你在下面留言 說我想報 也會給你們 第十一期 對 如果第十期報不到 就是第十一期 或者 如果你覺得 咦?這個報不到 那就直接報一下 我們的 專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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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我們有些花花 風景 或者很多不同的班 可以報的 只不過是一個 這是入門的介紹給大家 好啦 師傅 今天有什麼話要說 那 還是NG師傅 我先說 今天呢 大家覺得我整天都是講器材 今天不講器材 今天講一講 重要一點的東西 就是我們 有一個香港人 拿了一個 新聞的大獎 但是 當然不是他自己一拿的 現在講一下 這個叫做普立之新聞獎 這個就是 在美國的 1917年已經成立的 一個新聞獎 那 視為呢 是 新聞界的 奧斯卡 奧斯卡大獎 所以 今次獲得獎的 就是一個很厲害的 機構 盧透社 Reuters Reuters 這對新聞團隊 其實就有 三四個攝影師 那 其中一個 就是我們 香港攝影師 得獎作品 其實就是 去年的 反送事件 因為太HIT了 那他的照片是拍得好的 那我有條片的 現在呢 放出來看看 這個就是 我們 普立斯大獎的 好有張力 好有張力 捕捉得很好 啊 哇 這些真是 真是 這個Thomas Peter 就是這個 這個美國人 本身其實 你去拍都已經是很危險的 沒錯沒錯 真心說這些日子 我們都已經躲在家裡了 沒錯沒錯 事實上是一個危險的 是真的有些有使命的人 是 新聞攝影基本上 就是要很有使命的 就是這個 Tai Grand Sill 這個Tai Grand Sill 就是香港人 這個叫快狠准 是的 等於那個加拿大攝影師說 他走得夠前 是的 還有這些 就是幾沙龍式的 的捕捉 的捕捉 嘩 那些表情捕捉得很漂亮 所以 我們這些 先撇開你們的政治理念 我們攝影人 攝影人 攝影人就從攝影的角度去討論 沒錯沒錯 這些都是說很多人道立場的 救援的 你覺得那個張力是很足夠的 張力很足夠的 對比 因為它的構圖 都很漂亮 這些是很適合攝影師去開學習的 為什麼呢 如果這些這樣的新聞掌呢 是不容許你做任何的Photoshop 是 如果一查到你的Photoshop 立即會 還有你會看到 其實它一張照片可以交代了一個故事 交代了整個故事 它捕捉那個moment 角度 還有構圖 都值得入圖 對 很精彩的 很精彩的 你看整個獅子山 好 那這個就是 我今天想講的東西 就是 不要以為香港攝影師 不是國際文明 香港很多攝影師呢 都可以拿到國際大獎 這個當然 那所以呢 我們那些 同好 學員 都要我們比手機 更加努力 師傅所說 師傅常常都跟學生講的 就不要看低自己的攝影力 不要經常覺得自己不行 只是外國人才行 其實不是的 不是的 師傅 只會教大家 要國際的視野 所以 就是 無論風景也好 這幾十也好 其實呢 大家都真的可以 走前多一步 沒錯 跟世界看齊 正如我剛才學風景也是 我叫大家 喂 要拍風景照 不如大家去冰島拍一次 大家 這麼高這麼大 你整天躲在香港拍 你怎麼厲害 沒用的 你要出去跟人爬爛才行 這幾個月被迫著 但是 他們那些外國攝影師 唯一的優勢 就是他暴了在那裏 時間長 我們去那裏 一個星期啊 我們要天時地利人 所以我就不解釋 為何要去冰島 冰島大家 冰島其實只有30萬人口 有多少攝影師 很少 因為都不是很出名的 大部分在冰島拍照 攝影師都不是冰島人 他和我和你一樣 大家都在冰島十天 為何人在冰島十天做得到 我們做不到 所以這些 我覺得去冰島 大家公平一點 一起用十天之內 大家一起拍照 天氣大家好不好 不知道 但是 那個毅力啊 技巧的把握 所以 就公平一點 當然啦 我們作為香港人 先拍好香港 然後就 我就是這樣說 別人外國的攝影師 因為他佔了天時地利 那麼他拍照 是拍到漂亮的照 是必定的 那我們身為香港人 我們自己的香港風景 都拍得不好 所以我們香港人 我還沒見過外國的照片 才拍到漂亮的 所以不是說 外國攝影師是吃虧的 吃虧的 沒有你主場 沒有你主場 我們看到外國攝影 的照片那麼漂亮 就是因為他在主場 主場 就報導了漂亮的 同樣地我們香港主場 我們拍的景色都不差 甚至比它更漂亮 我聽過一個故事 是真人真事的 以前 中國的攝影師 就去拍照 不要理會他拍照 他們直接 譬如他有一個照片 專拍白露 他直接在白露的山上 自己搭草棚那裡 住一個月 然後才拍照 很多中國的風光攝影師都是 我看過一個 他在黃山 我真的在黃山住了九年 不是 年年地拍 你哪會叫他來 不是 你每天都在拍 既然我們講到香港的風景 我也介紹一下香港的風景 道師傅 之前我們也透露過 我們每一次都會介紹一下 香港的風景給大家 今個星期六日 在哪裏拍照 沒錯 我看過了天文的數據 看過外國很多天文的數據 歸納了 今個星期六 和星期日 就有一點點東西 星期日 基本上大家不要拍照 下雨 sorry 兩天下雨 雖然不是百分之百準 但是呢 都幾準的 都幾準的 下雨 尤其是晚上 甚至可能頗大雨 還有呢 可能會有些閃電 如果大家喜歡閃電的話 星期日的晚上 凌晨的時間 向著西北的地方 即是田門元朗 新界的地方 就會比較多閃電 不過不要在戶外拍 這些是國人 我們還沒教大家拍閃電 所以大家有事都不關我的事 我們教了你怎樣拍照 你給電電 親親才入我 我沒有教過 所以你如果自己喜歡拍照 就要留意一下 星期日 就是凌晨 但下午 星期日就不要拍了 應該留在家 應該下雨 變成星期六就很關鍵 星期六就不下雨了 星期六就不下雨 不下雨 它是有點暈的 有太陽有暈 這個正正也是我們拍風景 最好搏殺的時間 因為我們不是只拍閃電網 也不是只拍藍天 有些暈的太陽 出來的畫面 就有機會很美 所以星期六我建議大家 可以去拍一下風景 有些城市的光 或者是有些 帶著一些暈層的日出日落 諸如此類 我這次的地方介紹 就是去北架山 北架山 北架山 是九龍的 是的 很多人都很有趣的 我問北架山 如果不知道沒去過 他問北架山在香港哪裏 很多人都說是香港 其實就不是的 香港有個類似的名字 在北架山 隔壁有叫做北拉山 北架山 有的 我真的見人會錯的 所以北架山 我們是九龍那個 即是在龍場道 長近那個 這裏其實 我們在香港拍城市風光來計 因為大家都會知道 盧吉道很漂亮 這個沒得比的了 一定是很漂亮的 第二漂亮呢 其實就是這個 寶馬山也很漂亮 寶馬山 第三就是這個 獅子山也很漂亮 獅子山 其實是香港最漂亮的夜景 城市夜景是最漂亮 No.1 因為它那種漂亮呢 是漂亮到大地在我腳下那種 你在拍照那個位置站著 下面已經全部都是 城市 一望無際 180度 全部都是看完的 是不是在警車場那裡拍的 不是 那個觀景台 不行 二十年前是觀景台的 為什麼呢 那些樹未能標高 觀景台在山腰側這樣拍的 都尚且OK的 不用走 但是現在那些樹都關了 所以農場到觀景台 大家千萬不要去 只要花心機 我們現在說的那個 是在這個 北架山 山頂上面的位 等一下我會詳細說 再說多一點 其實它那個位置 漂亮就漂亮在 它是剛才我說的 那個大地在我腳下那種感覺 還有它是很近的 一望下面就已經是城市了 直接就在那裡 對 所以它那個震撼感 是沒得商量的 我先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我隨便開一張 它是不會有山擋住的 是很宏偉的 如果好像遇到我們現在 這陣子的天氣這麼高清的話 這麼高清呢 嘩 根本是漂亮得不得了 真是所謂萬家燈火那種 那種很漂亮很漂亮 平面 有一點像鹹館那種 但是當然比鹹館更加漂亮 因為鹹館的屋子很小 但它是高路大廈 所以很漂亮的 加上它有一條龍場袋在前面 好像盆腰金帶一樣 在那裡點住 效果就是很漂亮的 這裡適合長鏡也可以 歪鏡也可以 好啦 甚至呢 如果你誇張一點 好像我們拍全景相的話 我們這張全景相 是可以給你 嘩 嘩 一 鬆不完 一望無際 一路由觀塘 一路拉到荃灣 你想想 視野是闊到 嗯 是不是很震撼 剛才我這張照片 是看不完的 所以我特意拍一張全景給大家看 嗯 好精彩 所以師傅眼中 這裡是世界 這裡是香港No.1的 城市的景 它好過盧吉道 盧吉道 盧吉道它起碼有些山 是啊 好啦 但是 這麼蠢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 這麼容易做得到呢 如果這麼容易做得到 那就各個都有啦 那就不會走去盧吉道 和鳳鴻山 不會走去飛鴻山 飛鴻山 就是飛鴻山最容易去的 好啦 其實它的位置在哪裡呢 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說 如果大家經過龍場道 在荔枝角 深水埗上面 有一個叫做風力流的地方 很出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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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一打風力流 你就一定知道 如果真的不知道的不要緊 旁邊還有一個叫做 龍場道觀景台 在Google一定有的 龍場道觀景台的車 沒錯 我們上山的位置 就是在這個 龍場道觀景台的對面 風力流 如果你在新界方向出九龍的話 你直接去巴士站 風力流下車就可以了 兩邊 你走龍場道的巴士站 都有巴士站停的 所以很方便 你就可以在風力流 一路走著 經過龍陰道 一路走上龍陰道 走上龍陰道 走上龍陰道 一走到尾 基本上就是了 至於拍照的位置 我稍後再講 但是 大家首先要知道 這條龍陰道 非常邪 非常非常斜 如果你用路程的計算的話 它大概有兩公里 兩公里 但是全部急斜上山路 嗯 馬路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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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程的馬路 就是等於這個 加道理龍場上面的結構那麼斜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但是它有兩公里 換句話 如果你走的話 你上兩公里 下兩公里 其實是四公里 還要是急斜路 所以是非同一般的體力 所以難就難在這裏 好了 大家可能如果心水清的朋友 可能看到 咦它有一條車路 其實這裏是車路來的 照到你車就能上去 但是 由於它上面 有一個天文化石站 應該都是漁龍署 其實 我不知道哪裏是漁龍署 還是水部局 還是什麼 它下了一閘 是下了一閘 所以你車呢 你走了 一半 沒有一半 我以為你走了 一分鐘之後 一、兩分鐘 它就會有條路 停下來 停下來 不但它還沒有停車 讓你拍位 是啊 好了 但是我又試過看到 有些人偷雞 因為有時候有些 水務處 或者是 天文台的人 去上面 開工 做事 有時候它開了一個閘 有些人偷雞 開車上去 但是我覺得呼籲 大家千萬不要 明天我們上一閘 我們拍照夜門 你上去 它開了 它開了 你上去 然後它做完事 它關掉 下來的車就不到了 我不知道你在哪裏 真的 聽足 所以這裏 有些小巧妙 你不要見不見不見 這集真的會關掉 因為我們上去很多次 我們其實有時候 一上去的時候 多數都關掉 我們都偷雞 不如下次駕車上去 但是呢 我們試過下來的時候 它關掉 尤其是晚上就關掉 晚上就關掉 你真的沒有辦法 這些 這些事情 你們自己想一下 不過呢 走上去就是這樣的情況 好了 還有一些東西跟大家說 就是 其實呢 在山頂上去上面 在一個觀景 在那個叫做 發射站 那個波波發射站那裏 走過一點 有一個叫做 北架山的觀景台 正正式式叫做觀景台 但是那個觀景台呢 其實就不夠我們拍照位 那麼漂亮 因為所以呢 因為它 綠色當然有樹枝 它有樹枝 還有它 沒錯 最主力就是樹枝 我經常覺得香港的 我不知道哪個部門負責 其實你在我們香港的拍照 或者是觀景台 麻煩幫你修緝一下 你看一個清馬觀景台 你想也不用想 成何體統 你看龍吉島 明明是觀景台 我不是說要你全部剷掉 你一連幫我修整一下 就是 其實我不是叫你斬 我叫你修整 因為事實上 那個是我們香港最知名的 東方之珠大景 甚至你太平山 但是你都不給人看 是啊 太平山 我們在灣仔那裏 其實都有一個觀景台 有灣仔那裏 又是被樹枝 其實那些地方是非常之靈的 那個位置其實都挺好的 是啊 又方便 剛才有個公廁 有個停車 是啊 那我們在這裏 奉獻 十幾年前我都在那裏 就是 政府呢 為了市民 不要說只是我們拍照的人 其實是 是我們香港的一個體面 旅遊 遊客也是 體面 我都說十幾年前 我曾經帶過外國的遊客 在那個位置 看過夜景人 都說 好了 還有一件事要提示大家的 我們上去 我們稍後會放這幅地圖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們這個影相位置 這個影相位置 其實不是一個正式的影相位置 我們要爬上一個防波堤 這個防波堤大概幾米左右 就很容易爬的 其實已經有人起了 就是走樓梯路出來的 你跟著樓梯走上去 其實就已經上去 上去之後 你簡直是一個 就是北架山的三邊 你直接爬上去 有幾塊石 有幾塊大石 那你在幾塊大石上 前面就一望無際 沒有人撞到你了 正正因為這樣 他的影相位 非常細 非常窄 基本上我目測 應該可以維持到四個人 四個至五個左右 所以這個是一個秘位 就不適合你帶班 所以有時候我師傅帶風景班 我也很難帶到人上去 因為實在太少位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要去的話 我覺得選閒日 在走樓梯的時候 走上去 就會比較多些位 不過大家不要亂心 他真的不會有很多人 剛才我剛才說 因為這麼辛苦 走樓梯 走樓梯 是真是很有堅毅的人 才上去 好了 介紹完這個地方之後 我給大家看一下照片 好嗎 我們剛才看了一些 我這邊請大家 一些彩色版 我一看一看 九龍塘 有一城 荃灣 葵聰 甚至遠處觀塘 啟德 真的 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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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角 中環 一望無際 我建議大家 一大約長鏡 因為一看他 大約的壓縮感 那個壓縮感 非常漂亮 不只是200 你帶一支500 那壓縮感更厲害 你500也會辛苦 如果有八十四百 一百四百 一百四百 都非常棒 200 500也不錯 總之很漂亮 但首要記住 天氣很高清才上去 否則在城市上面 煙霞大 你就糟糕了 先看了彩色版 我想給大家介紹 現在很流行一些叫做黑金版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試過玩黑金版 其實在外國是很流行的 香港也有很多食領師喜歡玩黑金版 黑金版顧名思義 是一些比較潮的攝影手法 在外國的影片 大家看到韓拍 近期也看到一條很漂亮的韓拍 都是用了黑金的手法 其實黑金的手法都出現了幾年 如果你上網 如果你不知道它是什麽回事 甚至是不會弄的話 其實你上網打黑金調色 哇 幾十版 任你去學都會有 師傅可以告訴你 很容易 難也不是很難 最主要就是你要對顏色 要有相當的認識 你才可以比較容易調到黑金版 就不是說 咦 不是喔 我把所有顏色都減光 只剩下黃色就行 不是那麽簡單的 是有些變化的 有些技巧在那裡 所以大家如果有心要學 那我遲些可以在我們的 photosok的教學裏 可以教大家 那師傅呢 基本上就做了幾條 就是黑金的那些 所謂設定 我一按鍵就是了 就不需要再教的 那 我們可以看看黑金版 黑金版都幾有型的 它有這個時代感 它有這個時代感 和一般看開的那些有些不同 那 都是剛才彩色版 衍生而成的 沒錯 所以黑金就黑金就拍了 記住黑金版 不是代表黑白 剩下一些 剩下一些金色 不要太膚淺 那 那 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上去的話 找個高清夜晚 沒錯 上去拍一下 行日會比較好些 因為行日會比較好些 因為行日會多些燈開些 因為你星期六、星期日的 寫節流不開 沒所謂的 夜景其實不需要燈的 夜景不需要 這個我真的想聽一下 阿嬌Sir說一些 其實我們拍的夜景 很多觀眾都以為 已經星期六日 假期 或者深夜過了 就沒有那麼好 其實不是相反 你問我來說 我對相反 因為你越光的話 那些招牌越光 其實比較容易爆的 嗯 其實我們夜景 由於它本身已經這麼漂亮 其實就不需要 差在那一兩點 或者是那幾個招牌位 因為我們通常都很小的 所以不差在那幾個招牌位 所以反而它關了燈 那些光呢 更暗的 不會那麼容易爆 你將照片整體更加漂亮 更加好的 即是暗位多一點 容易差一點 它不是暗位 而是它不會那麼多 那些爆的招牌 容易撿一點 對 容易撿一點 而且整體會更光 因為如果 很多光位 你一亮一點 你就爆 那你就自然會暗 那你暗位 那你暗位 所以更加差 更加差 我們因為要遷就那些 很大的招牌 而減暗來拍 其實就糟糕了 反而是偏暗了 所以它沒有光的招牌 我可以整體提升 我用平光的益 已經可以了 所以這個觀念是這樣的 好 那我們今個星期六日 又有節目了 所以大家 有著陸 星期日 就下雨 大家就母親節了 跟媽媽吃飯 乖乖的 新年五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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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並且給她的 街中 只有一個 請到 海關 呢 今天